好了 老妈妈 你好 师傅好 我想问这个 他老妈妈说 他想问他女儿 1965年所舍的 本来这次想到马来西亚来了 突然之间发现 他的女婿在外面有女人了 他就说 这个女婿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老妈妈你找我是找对了 我教你念个经 把你女婿的外遇就念掉了 我先给你女婿看看 这个女人跟她能不能吵酒 如果缘分很深的话 也不一定马上念得掉 听得懂吗 如果是缘分很浅的话 一念就念掉 我女儿你得了 你女儿 我现在想问你 你女婿属什么的 属属的 属蛇 两个一样 几几年的蛇 六五年 你女婿是吧 好 你女儿也是六五年的蛇 对 你女婿这个事情不难解决 因为你女婿还没有离开家 very sensitive 就是太敏感了 嗯嗯 明白了吗 你女儿这个人呢 本身就是不能接受这种的人 一点点事情呢 平时的女婿完全听女儿的 对对对 你女儿说的算的 你女儿说的算的 对不对 对啊 哎 妈妈妈 你生命越小 我越多帮你讲一点 哦 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很容易解决 你给他面前节奏 就是 请大吃大杯关心 不要保佑我女儿 某某某 和我女婿某某某 化解恶缘 保持善缘 嗯 这是第一个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然后每天给你女婿念欺骗心经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女儿 保佑我女婿 啊 身体健康 嗯 头脑清楚 明白吗 明白 我知道 你到时候念起来的时候 肯定说 请观世音菩萨让我女婿啊 不要在外面乱搞啊 哈哈 不要你 你看已经说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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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放心 嗯 你的力量加上你女儿的力量 嗯 你这个外面的一切都少光光 哦 假的 没问题的 好不好 嗯 你女婿胆子很小的 对的 对的 我告诉你啊 他你这个女婿啊跟你女儿谈恋爱的时候都不舍得花钱的 所以他这个女朋友一定不能保持 因为他跟这个女朋友他也不舍得花钱的 哈哈哈 你听得懂啊 所以你放心好了 哦 没有问题的哦 嗯 还有什么问题啊 你女儿身上有灵性啊 你女儿是身体上是不是有灵性 嗯 属也是属猴的啊 属猪 属猪的是吧 你看台长讲错了 他凶的不得了 属猪了吗 哈哈哈哈 那要哭了啊 好看看啊 好 哎呀老妈妈 哎 你有一个调过的孩子你念调了没有啊 哇 我几步呢 念过了啊 你知道没有念走啊 好 在你女儿身上啊 好 你女儿经常发脾气啊 而且发起来是突然直接发的 对对 刚刚还讲的好好的突然直接发了 对 我给你女儿发起脾气来很厉害的 对 她会甩东西的 对 对对对 哈哈哈 她发起脾气来我 我非常怕的 你见她怕的 你女婿见她也怕的 真的 你告诉你女儿叫她不要太凶 她凶过头了 女婿要跑走的了 对 听得懂吗 女婿现在不在这里是吧 不在不在 没关系的 我现在讲给你听哦 你叫你女儿如果再凶下去的话 女婿真的会逃走的 这是她第一次没有关系的 如果第二次她再有女外面女人的话 你女儿就危险了 等到女儿女儿再凶 这一次如果你女婿说没有 你就给她面子 说没有关系啊 好了以后对她好一点 如果你如果你这个女儿对着她 你怎么怎么怎么骂她 骂得很厉害的话 我告诉你她虽然不想了 她一定有第二次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等到第三次的时候 你女儿就准备另外再找吧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放心吧老妈妈 你念经有力量的 哦哦哦 好不好 虽然你这个金门菩萨听不到懂 哈哈哈哈 你却能入狱 但是 你一定会有效果的 你懂吗 我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过去一个老妈妈不识字 这个六字大名就叫 哦妈妮妈妮后 对不对啊 口子边旁一个牛 对吧 那个老妈妈念了一辈子的 哦妈妮妈妮牛 哦妈妮妈妮牛 她最后照样到天上去 所以老妈妈 你这个上海金门 照样上去 好了分钟问了老妈妈 啊佛台 你家的佛台看看 蛮好的老妈妈 蛮好的 你要水要常换 好吧 还有水果时间放了长了一点了 靠左手对着佛台 左手的水果 这左手的水果 不大好 好吧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菩萨来过的 哦 好吗 哦 好